6月5日,2021年多伦多经历了6月初少有的高温 早上温度22度,下午我所在的地区到了33摄氏度 天气预报,估计体感在40度左右 上一次在6月5日超过30度还是1940年 先来看看我的花,欢笑格鲁吉亚在我的期待中开始绽放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应该都还记得 这颗欢笑格鲁吉亚是去年春天种下去的 当年开了一些花,非常的美丽 今年真是出乎我意料的表现 整株植株非常的健康,应该一共能有100多个花苞 层层叠叠的花瓣,加上淡淡的幽香,太让人喜欢了 一大早趁着天气还不太热,赶紧到院子里看看 这个是tsukini已经开始有小瓜了,它的雌花也开花了 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熊花还没有开花 这些瓜是坐不住的,最后会浪费掉 但是自然界就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能盼望熊花尽早开花,让它们尽快的受粉 那么现在我们来说说6月份可以种些什么菜呢 首选是空心菜 空心菜我就从超市买了一把来进行扦插 通常情况下留出两到三个节 而且尽量选那些比较老的空心菜梗会更好一些 更容易发芽 看看这个有四个节点 我去年专门有一个视频说的非常详细如何扦插空心菜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信息处看到 其实非常简单,就这样弄一盆土 这个土最好是可以掺一点牛羊粪 然后就这样把空心菜梗一节一节的插进去 留在外头有一节就行了 如果你觉得扦插的时候这个土比较硬 空心菜梗特别软 可以用一根棍子搓一个洞,然后把空心菜梗放进去就行了 这个扦插可以插得密一点 都扦插好以后开始浇水 这个水一定要叫透 看到花盆底下流出水来 然后我们在顶上造一个盖子 这个盖子在一元店就可以买到 一个是为了防止小动物来挖,另外可以保湿 扦插好了以后放在没有阳光直射的温暖的地方 因为如果阳光直射温度太高 就容易烂掉 期间要经常检查保持湿润 基本上每天要浇一次水 6月6号打开来看看 你可以看到已经长出很多新的叶子来了 这时候如果你就直接种在这个花盆里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这些今天决定把它们移到地里去 现在来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 首先我们准备一些有机肥 有几位朋友在我上一次视频底下留言 问我为什么要用化肥不用有机肥 我自己的小菜地从来不用化肥 都是用的有机肥 因为我们是做千叉 所以选甲肥比较高的容易生根 我有一个专门的视频就是介绍各种各样的有机肥 每一种有机肥买来的时候上头都有很详细的说明 有兴趣的朋友还是一样的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信息处看到那个视频 现在我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头是这样做成颗粒状的 但是它们是有机肥不是化肥 按照说明我们在准备好的小菜地上撒上一些有机的肥料 然后用土把它们搅拌均匀 如果一根一根的把这些牵插好生根的空心菜从盆里取出来 很容易伤根,所以我们就把它整盆的倒出来 挑剪出来看看 有一些空心菜的根长得非常好 当然有一些还是长得不太好 但是没关系,我们都可以把它们拿来牵插 首先在我们刚才准备好的土地上挖一条小沟 然后把已经生根的空心菜梗斜着埋在地里头 然后用土把所有的根都盖上 鞋子插的原理就是每一个发出根来的这些节点都会长出叶子来 所以尽可能的都让它们接出土地 牵插好以后我们就来浇水 这样可以使得土壤能够更好的和牵插好的空心菜根部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刚牵插好的空心菜非常需要水,所以每天都要浇水 另外6月份我们还可以种线菜 线菜也是非常喜欢温暖的菜 这个是10天以前撒下去的种子,现在已经长得挺大的了 生菜是不太分季节的,基本上所有的季节都可以 这个是一个星期以前撒下去的种子已经出来了 另外如果有朋友喜欢木耳菜,现在也可以种 木耳菜的种子发芽是比较困难的,可以在超市里买一棵苗把它种下去就行了 现在来看看我的萝卜 这个萝卜表面看起来长得可大了 可是今年这个萝卜就是种失败了 我满怀期待的把它们拔起来 看看最后小小的一棵 天气开始热了,铜蒿也快开花了 我留了几株铜蒿准备留种子 剩下的今年则是第三次收铜蒿了 同样的我们还是把大猪的拔出来吃 拔好了以后要给小菜地浇一点水 使得松动的根和泥土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 其余的铜蒿除了留种的在一个星期之内都要收起来 不然很快就要开花了 这些是4月份播种的生菜,现在很大了 可以收成了 等到这些吃的差不多了,新种下去的那些生菜又可以长好了 这个是小菜地里一棵没有人管的生菜 应该是去年秋天剩下来的种子,今年自己长出来了 所以这个生菜非常的容易成活 茄子长得很高了,有20多公分了,很快就要开始修剪了 到时候我来给大家上视频 这种白茄子会长到一米高,所以我们会绑一根棍子来支撑它 西红柿从上次减脂,施肥到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 已经从30公分长到了40多公分 同样的,当时我们对地里这一株并没有修剪 可是施了肥,现在也有将近40公分了 佛寿瓜长势非常好,长出很多肥厚的新叶子 问题是佛寿瓜怕冷又怕热 今年春天经过了霜冻,然后又经过了这几天的高温 希望不要影响到它们接瓜 这是我家的两颗黄瓜,长得很高了,准备要搭架子了 这是苦瓜,霜冻之后有些叶子冻死了 但是现在看起来总体发展还不错 大蒜,叶子开始有点发黄了,应该是快接蒜苔了 这是两颗小葫芦,实在没有地方种了 在边边角角给它们腾了一个位置 这些是爬藤豆角,终于的,经历了寒流之后恢复过来了 这些是我自己播种的酒粒白已经开始准备爬藤了 周末我们还干了一件事 因为朋友提醒我,这个铁架子用来给豆角或者瓜类爬藤 应该夏天强光照射之后会非常的烫 这个周末已经到了33度,多伦多少有的热天气 我们就测了一下,这个铁架子的温度是41度 这是在下午最热的时候测的 另外我们还测了一下这种绿杆的爬藤的工具 它的温度在同时是将近41度 所以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 谢谢提醒我的那位朋友,我会密切关注这个铁架子的温度 周末的后院还有一些什么呢,邻居家的蔷薇爬过来了 我很开心的接受了它们的美丽 这个是去年种下的慷慨的园丁 今年表现不俗 花开的非常的优雅 淡淡的清香 我会经常上来更新我的小菜地小花园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